来我依次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是 大家好我是金娜萌子 最近HOTOIS在批量出货 不管是新战还是复联 反正一个接一个的在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HOTOIS美国队长8.0 是的已经出到8.0了 出自电影《复仇者联盟4》 这款产品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在预定之后出货之前 HOTOIS主动改过这款产品的真人头雕 我觉得应该是迄今为止 HOTOIS最像的一款美国队长头雕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箱验货 打开外包装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 一应约约四张面孔 有两个盾 同时还有个雷神之锤 内包理论上是有两层 只不过第一层只有一个 战损盾牌和一个破损盾牌 再来看第二层 美国队长的主体穿着战服 这边是真人头雕的替换 这边是戴着头盔头的面部替换 然后指南针 雷神之锤 手型 地台等等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这款产品的默认出场状态 也就是戴着头盔 穿着美国队长战衣的美国队长 这身战衣对我来说 真的挺熟悉的 因为美队三里面 它穿的几乎就是同款战衣 只不过颜色不太一样 美队三里面的战衣略鲜艳 而这一款呢略暗淡 似乎有一点点做就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默认头雕 默认头雕就是标准的 戴着头盔 遮住了上半张脸的 美国队长头雕 这个头雕我不敢判断 它像不像 毕竟它遮着半张脸啊 我已经失去判断力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头雕 真的是Cortoise祖传头雕了 几乎每一版的美国队长 全部都有这么一个头雕 这个头雕的玩法很简单 就是换下巴 那接下来我就给它 换两个表情吧 里面是有磁石的 所以你不要太使劲 它就可以吸上了 我看看这个 有点咬牙气齿的表情 其实有点面瘫的感觉 不是非常优秀 我们再换一个 如果说刚才那个是咬牙切齿 那这个就叫 呲牙咧嘴吧 这个牙张得更大一些 牙是真的又齐又白 但是可能是我真的不喜欢 这种戴着头盔的头雕吧 所以我不是很爱玩这类头雕 接下来我们还是重点 看一下真人头雕吧 提起这个美国队长的头雕 我真的是不输任何人 光耗套一色的头雕 大家看就有这三个 还不包含我在柜子里展示的 以及第三方的 我拿出这三个呢 是因为这三个是不同的圆模 所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有个事我特别的纳闷 就是美国队长 肯定不是我最喜欢的复联角色 他甚至连前三都进不去 但是我家里的美国队长 确实最多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潜意识我很喜欢这个人吗 所以每次看到都会买 来我一次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是 好了美国队长可能是听到 我说不喜欢他 所以不高兴了 那接下来我还是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是我最初的一个美国队长 可能是美队一 或者美队二的一个造型 这个就是HOTOIS 祖传的美国队长头雕 大概延续了四到五个版本吧 而这个就是我们本次的头雕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跟之前的祖传头雕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你要说哪不一样 我也很难解释 首先发型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面色真的变得更白一些 这个真的有点偏黄偏黑了 下面我们换头 首先打头 哇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有意思了 它的脖子上竟然还留了一圈胡子 这一段是补录视频 这个不是胡子 这个是它后面的头发 看一下头雕上身后的效果 其实给我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这个头雕好年轻啊 你看 这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感觉 但是复联4里面美队应该三十多岁了吧 而且是历尽沧桑吧 毕竟是灾难之后的一个美国队长 身心肯定俱疲 但是你看它的皮肤纹理 这个光滑 就像我上期介绍的小猪一样 我觉得HOTOIS肯定是适当的美化了这个人 然后至于像不像呢 我有点看不出来了 大家对比一下之前的左穿头雕 好像眼睛变小了一点 其他的大家自己评估吧 喜欢新头雕的扣1 喜欢旧头雕的可以扣2 看一下服装材质 美国队长的战衣摸起来就非常的硬 胸甲 纯胶质的 特别特别的硬 然后肩胛这里都不用说了 就是纯胶的 然后呢 腹部这一块 虽然是布料 但是它是两层布料 所以也是很厚实的 绝对是特别影响可动性的 然后它的胳膊和后背这一部分 有点像是那种厚厚的防雨绸 就肯定是能够防风防雨的材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腿部也是这种防雨绸的材质 整体看来这个衣服的可动性 肯定是非常的糟糕 看一下的鞋 鞋呢是一个长靴子 做成了分体的 比较方便于站立 上面和下面 你看这里面是分开的 合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双整靴子一样 可动性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可动性 你看这胳膊连平举都这么难 哎呀太难了 然后腰腹也别提了 然后腿 已经劈不动了 顶多就是小腿这块可以有一个锐脚的弯折 接下来我们看配件 两个盾牌 还好是两个盾牌 他要是直接给一个破损盾牌 我真的要骂街了 因为1比6的冰仁他比较大 很少去摆场景 像这样很适合摆在一个末日场景里面 但是我家没有场景 如果我就这样摆在柜子里的话 不知道以为是哪个熊孩子给我碰掉的呢 那所以我们这个就先暂时不看啊 我们先看这个战损版的完整的美国队长盾牌 正面看看起来比较像金属的 但是其实一摸就知道塑料的而且很轻 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塑料 到时候这个美国队长的胳膊呢 是从这里穿过去 然后来拿起这个盾牌 或者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插件 让它把盾牌背在身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hot toys不做成磁吸结构 直接让它吸在后背上不是更简单吗 还省得这个小插件吗 至于这个战损呢 它也拼不到一起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痕迹的 应该是按照原模来做的 每一个战损盾牌都是一样的 而不是说做好了一个盾牌 然后手工给它砸碎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战损纹理 你拿到的应该也是同样的战损纹理 有点鸡肋的一个配件吧 至少对我来说 不过可以玩一个恶作剧 就比如 啊 谁把我的盾牌弄坏了 接下来看这个重要道具 老款的雷神之锤 美队在复联寺里面 第一次成功地拿起了这个锤子 说明他也是一个心灵纯净的人 这个锤子我也是见过很多次了 因为之前的雷神 也有配过这个锤子的配件 但是这款呢是比较省事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纯PVC材质 而且不能发光 要知道在雷神4.0 配了两把雷神之锤 一把是金属的 非常坠手 感觉质感很好 第二款就是 虽然是PVC材质的 但是它可以发光 那这款呢 既不是金属的也不可以发光 非常的轻 所以作为道具来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拿在手上的感觉呢 确实差了一点点 这个配件我非常喜欢 虽然非常小 但是很精致 它是一个指南针 而且有一定的可动性 可以关上和打开 材质就是PVC材质了 但是你看这个细节啊 就是里边有一张卡特 也就是他女婆婆的照片 这个照片好像还是从简报里 剪下来的 不是一个真实的照片 大家看边缘 哇这个美国队长也真是有心了 最后一个配件 美国队长头盔 就比较适合你在用真人头的时候呢 手上拿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不是战损效果的 所以说不是说被扯下来的 而是说他还没有戴上的一个状态 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因为他无法戴在真人头的脸上 太小了 最后还记得我的惯例吗 对于双头雕的产品 我是一定要一个变俩的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三二一 是的 如果你问我最喜欢美国队长哪个造型 那一定是他穿着军装和他的女朋友 卡特跳舞的样子 可能是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吧 而且现在回想起来 美国队长真的是复联寺里面的大赢家 因为他用最幸福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Hottoys这家公司出美国队长的数量 仅次于他出钢铁侠的数量 那钢铁侠因为战役有很多嘛 所以出多了也很正常 但是美国队长其实战役就那么几款 只是颜色发生了变化 而且头雕他也不变 所以我只能姑且的认为 美国队长是真的好卖 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出一直出 那出了八个版本 如果你让我推荐你其中两个版本的话 那就是7.0和8.0 7.0是大胡子 独一无二的美国队长 而8.0就是这一款 我觉得还是最像的一款美国队长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我是金大萌子 喜欢的朋友 欢迎一键三连 下期见咯 拜拜 更多你没见过的玩具新品 我都以图文形式发布在金大萌子订阅号中了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下方扫码或微信搜一搜金大萌子 关注一下哦